最近我发现很多人啊 被这老公跟这野花 气得都快真的焦虑的要爆炸了 气得不行 然后这网上呢 就看到了很多这种挽回的方法 都像是抓救命稻草一样开始用 那所以这种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啊 好多都没用 而且很多人真的是 不管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 是不是正当手段 是不是符合逻辑 直接拿来就用 这种用法用完以后一定会有问题 有哪些招啊 我们客户跟我说过的 一些歪招有什么呢 比如说往死里唠的 就是真的把男人唠的鸡肥狗跳 全家各种唠 然后还要往死里管的 就是把男人锁在家里啊 不让男的出来的 婆婆跟他一起锁 然后还要往死里冷的 三个月不跟男的 发任何信息 不回应男的任何的话 还有那种不行的 要往死里舔的 我们最近接过不止一个咨询了 我不知道真的 这些原配从哪里听的 说了什么 第三者都很骚 所以你得比他们更骚 然后那些人就要求原配去买各种衣服 就是那种增加情绪的 他们真的是不管这个女人穿的是不是得体 是不是很合适 反正我看了一个照片啊 真的 我都觉得很不舒服 男的呢 更是了嘛 所以很多男的看了一眼以后 就直接对自己的老婆说 你太不见脸了 你真恶心 还有直接说老婆是东施孝平的 我们有一个客户的老公真的直接还说一句更难听的话 说我看到你就想吐 真的 原配这么做完以后 自信和自尊全美了 还有一些啊 听到有一个建议就是你直接举报这个男的吧 或者在家族群里把这个事情搞大了 让男的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男的就什么都不敢做了 我还听到过一个客户的话 他说他之前有一个朋友 女的本来是想把男的逼回家 结果最后把男的逼跳楼了 那这些招都没有用的话 那岂不是没什么好办法了吗 其实每一个招数 咱不能说是没用 而是说你得什么时候用 以及这个方法适不适合你们两个的关系 你们的性格 以及你们的问题 比如说你想增加夫妻生活情绪这事对吗 当然对了 但是你不能在男的还在老风期的时候 或者他刚刚答应回归的时候 你俩关系还没有重建好的时候 就去搞这件事情 你也不能说拿一件衣服来就随便穿 你也得选适合你的款式 适合你的样式 适合你俩的性格 对吧 所以如果你这些都不考虑 那你拿来就用的话 男的一定会抗拒你 而且男的抗拒你以后 拒绝了你 你这种被拒绝的心就会变得更凉了 并且你还会有很强的屈辱感 这就是很多人发现 伴侣背叛过后 本来心里就受伤了 情绪内耗了 还是做了一大堆无用的工 觉得自己特别努力 付出特别的多 但是没有好结果的原因 就是没有因事力的 所以真的方法有用 但是一定要因人而为 所以当你们之间的核心问题 你没有找出来 这个方法没有用对 你着急乱去用招 那乱权真的没打死老师师傅 就先把自己给误伤了 那关系没弄好 你自己还会更伤心 就先把自己给误伤了 就先把自己给误伤了 就先把自己给误伤了